下水道變乾淨 针对云林溪这里的抗拐的窖几家 那这里因为我们所有的店家非常的集中 那我们预定要将我们所有地下的管线 几乎都是我们店家排一些油污的管线 来做一个更新做一个改善 那避免了我们污染整个的下水道 所以我们预计大概四条管线大概有六百米 那我们云林县政府编列了四百五十万 要做整个的改善跟清理 那免得到我们最后要接到云林溪的时候 我们会造成一些污染 我们也未来拜托我们所有店家从源头开始改善 那能够装置这个油脂的节流器 让你所有排的污水 经过节流器以后会比较清澈比较干净 其实节油管它久了之后会阻塞 阻塞之后势必要更换 但是更换完成之后会面临到的问题 还是节油的问题 因为要从水管流到节油槽 这个有很长的距离 所以必须从店家源头管制 店家源头管制处理来的油桶 我们未来也会配合清洁队 做一个相当机智的把所有的油的厨余 都把它做一个回收的动作 但是目前最重要的 我们还是希望把所有的节油槽做好 六百米节油槽做好 可以让云林溪 未来在整个水池方面可以更加的干净 主要是污水管的一个更换 因为它是在地下香罕里面 它临近就是云林溪 下游有那个云管处的一个橡皮宴 所以它会蓄水 一年其实只有大概十二月至一月 这一个月份它会把水给排掉 然后可以有那个施工的一个工作环境 我们会跟云管处协调 把握这一个月时间 预计在这一个月里面就把这个工程给完成